各位仔細看 它上面根本就跟 巫師魔龍一模一樣 這根本就一模一樣好不好 那這一顆的Ring就是 靈魂魔龍 厚護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白神 那我們今天終於要來分析我們的 B167 迴旋魔龍 也叫做超王魔龍 好不好 那這一次呢配置什麼的 我全部不知道 我只有上蓋的圖片 我已經盡量 拖很晚才來拍影片了 我現在是 2020年的5月7號才來拍 我怕會剪不完 所以我就真的 就不等了好不好 其他資訊我可能 軸心啊那一些帖啊的資訊 我可能會等到之後有公佈的時候 我再拍一部影片來跟各位介紹 那今天這部影片的話呢 只會介紹上蓋 然後我這邊要先跟各位推廣一件事情 就是請去看我這一支影片好不好 超王魔龍誕生的前業季 拜託各位去看一下 觀看好爛 各位去幫我支持一下好不好 可以點右上角去看一下 好那這就是重點 你就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介紹吧 OK 那我們先上個圖片給各位看 在右邊 這一顆超王魔龍可以說是 蠻帥的嗎 說帥也是帥啦 可是 就真的是這兩顆融合 沒有在騙 我一一的分析給各位聽 首先先看到超王晶片的部分 各位仔細看它上面根本就跟 巫師魔龍一模一樣 它想騙也騙不過啊 這根本就一模一樣好不好 就只是 它把巫師魔龍晶片改成超王系統的晶片而已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沒誠意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造型沒有什麼改變 再來我們來看到它旁邊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Ring的部分 那這一顆的Ring就是 靈魂魔龍 對真的就是靈魂魔龍 為什麼呢 各位仔細看它的頭 長的是不是根本就一模一樣 只是變成五顆頭而已 就是變成五顆頭的靈魂魔龍 加上巫師魔龍的晶片 有點像是長這樣子 然後這邊再加兩顆頭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對這一次的魔龍設計蠻失望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點普通 我必須在這裡講 具很現實的話就是 只要這顆魔龍 還是跟以前一樣鬆 那這顆魔龍不管長怎樣 都不用玩了 好不好 都不用玩了 所以我們這顆魔龍很重要的點就是 它要夠緊 那如果 不夠緊的話 一切都是 白搭 好不好 就算它外型 再強什麼的 全部都沒有用 那我個人是覺得 它這一次的魔龍 可能會做得 稍微緊一點 因為 巫師魔龍跟靈魂魔龍這樣 它已經讓我們粉絲很失望了 全部都是因為 它的頸度太鬆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 這個魔龍有 白痴的彈力 所以 會讓它變得更爛 真的是 很可惜啦 所以我是希望它這次 可以變得稍微緊一點好不好 拜託 我很想玩魔龍上比賽 好啦 那我們這邊 再順便討問一個問題就是 它會不會有橡膠 欸 不是 它會不會有彈力 那這一次的魔龍 我個人是覺得它會有彈力 個人覺得啦 以現在的資訊看來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仔細看 它這根本就長得跟這個一模一樣 嘴巴這邊也是有做個空隙的 所以我覺得 它有彈力的機會非常大 那我也是覺得蠻失望的 如果真的有彈力的話 又會跟靈魂魔龍一模一樣 再加上它又有跟巫師魔龍的缺點一樣 就是大量橡膠 然後再加上如果它又不夠緊的話 等於是這一個魔龍會比 前幾代魔龍還要廢料炸掉 好不好 他們不要再把魔龍做壞了 那我剛剛不是有提到 巫師魔龍的缺點是大量橡膠嗎 為什麼這是它的缺點 我正面跟不知道的觀眾解釋一下 就是說 基本上你這顆頭的 雖然有很多的橡膠 可以進行強力吸收 但是有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的橡膠會有反作用力 所以 會帶動你的尺痕 然後你的尺痕又不夠緊的話 就會當成它非常容易爆裂 所以其實太多橡膠也是沒有很好的 所以我們會說 最初的那一顆 四魂魔龍為什麼會那麼強的原因 就是它的 橡膠量 恰到好處 然後能力造型什麼的 全部都是滿臉 所以才會那麼的強 那接下來他們就都 越做越爛 越做越爛啦 好 那我們今天的超王魔龍 差不多分析到這邊 那這次只有上蓋可以分析 其他都沒有公佈 之後應該會再進行多一點的 軸心之類的分析啦 那我們這邊給各位看一張圖 它會在2020年的5月25號發售 其實已經蠻接近發售日了 所以我更非常的期待 那也希望不要讓我們失望 那我們今天影片結束 有論一期喜歡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和分享 可以到副頻道 點個訂閱 FV 粉絲按個讚 你去IG追蹤我 那我是白生 各位小賴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二、三、三、三 二、二、三 fim 三、二、三 七啦